冷王独宠依妃 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源 后期 阿明 第三百四十五集 莫如玉的过往 虽然之前也曾经养过小白一段时间 蓝叶云却很少与灵宠之间有什么亲密的举动 但是 看到玉儿这萌萌的样子 也忍不住伸手去逗弄她 我觉得不太可能 否则就算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恐怕她一早就说出来了 正在赶车的苍莫哼了一声 哼 我看她不是不想说 而是想留着这个秘密来换取更大的利益吧 刚才她已经用破除北枝封印 换你为她做件事 现在说不定想用这两处封印 换你把王妃让给她 楚寒正有些无奈地瞪了她一眼 就知道乱说 莫公子可原先没想过让云帮她做什么事 只不过是被咱们给逼的 才提了个条件 蓝叶云点了点头 我也觉得莫如玉这次是真心相助 或许她也觉得之前用法术对付我们 的确有些不地道 所以才想尽办法弥补 沧莫撇撇嘴 喂喂喂 你们两个不是吧 她这分明是打一巴掌揉三揉 你们还替她说话 蓝叶云淡淡地笑笑 我们只是就事论事 或者对事不对人 不管怎样 她寄连帮了我们两个大忙是事实 你不能因为对她有偏见 就将这些全部抹杀 好好好 你们是圣人 就我是小人行了吧 沧莫很有几分无奈 那么现在我们就直奔都城而去了 蓝叶云点了点头 看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一切 不由有些唏嘘起来 算起来 我们离开都城有半年的时间了 此次故地重游 不知 是啊 这大半年的时间 他们都奔走在破除封印的路上 这次重新回到都城 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得偿所愿 还是大失所望 如果天地两处封印 真的就在都城的某一处就好了 将之破除之后 他们便可以重新将新月镇启动 彻底恢复凤族人的灵力 到那时 才是他们与乌玛帝国 真正决一死战的时刻 可是即便封印真的设在都城 又会在哪里呢 难道要他们一寸一寸地去找吗 不过 云 天地两处封印 是不是跟前面咱们破除的四处封印一样 也有结界遮盖着 楚寒征突然开口 蓝叶云点头 应该是 怎么了 是就好了 楚寒征突然兴奋起来 一把抓起玉儿 举到了眼前 既然玉儿有破除结界的本事 那我们就带着她到处走走 找到结界就破 说不定就能够破除遮盖封印的结界呢 那样的话 封印不就显示出来了吗 玉儿原本正玩得高兴 却突然被举到了半空 顿时吓了一跳 傻乎乎地和蓝叶云对视着 顺便疑惑地甩甩小尾巴 这办法听起来不错 蓝叶云点了点头 只不过玉儿能够破除 遮盖北枝封印的结界 是因为那结界 刚好射在 罕有剧毒的霸王红身上 如果没有剧毒的结界 她未必感兴趣啊 楚寒征脸上的笑容 顿时变成了拧笑 将玉儿掉了个个 紧紧盯着她圆溜溜的眼睛 这一点油的她妈 别忘了我是她的主人 我的话她敢不听 小心我把她剥皮 拆骨炖汤喝 主人脸上的笑容好恐怖啊 玉儿吓得打了个哆嗦 立刻满脸严肃地点了点头 你看她答应了 楚寒征若无其事地 将玉儿重新放回到自己的腿上 所以放心吧 如果封印真的设在都城 玉儿一定会找到的 蓝叶云默默地抽了抽嘴角 跟着你这样的主人 我看这小东西 早晚被你吓破胆而翘了辫子 涅槃大陆的极北之地甚是荒凉 所以一连急迟了四五日 周围依然荒无人烟 每当眷急之时 他们不得不在马车上歇息 又连续不断地奔行几个时辰 眼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蓝叶云便吩咐停车 歇息一晚再走 停好马车 众人各自下车活动活动手脚 便着手准备晚餐 此处虽然荒凉 但好在前面居然有一条溪流 虽然表面已经结冰 却可以隐约听到冰下传来 潺潺的流水声 说不定有鱼吃哦 沈醉欢饶有兴趣地选了一处冰面砸开 等着 今晚我们可以改上伙食了 比赛 东陵凝峰也饶有兴趣地提议 谁抓的鱼最多 谁就可以等着享受 抓的最少的负责洗拨烧烤 怎么样 众人纷纷答应各自选好地点 砸开冰面开始捉鱼 虽然此时已经黄昏 但好在众人目力极佳 倒也不受多大的影响 冰下的流水中 的确有很多鱼游来游去 楚寒征站在冰面上宁神等待 片刻后 手中的树枝突然嗖地伸了出去 再抬起时 已经准确地插住了一条尺来长的鱼 顿时得意地哈哈大笑 嘿嘿 看你往哪儿跑 真儿 身后突然传来默如玉的叫声 楚寒征一回头 怎么了 默如玉看着他 尽管极力掩饰 眼中的柔情 却依然不自觉地流露着 今晚又是月圆之夜了 楚寒征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宁 故意满不在乎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啊 那要怎么样 没什么 默如玉摇了摇头 语气几乎与眼神一样温柔 只是想提醒你一句 免得你忘记了 到时候如果有什么异状 再吓到别人 楚寒征笑了笑 谢谢 我会小心的 不过 话又说回来 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 但你的体质不是已经完全恢复了吗 为什么你也回不到属于你的地方呢 是啊 如果那个诡异的空间是真实存在的 而她是因为体质尚未恢复才无法回去 那默如玉又为何逗留在此处 我不知道 默如玉脸上写满了迷茫 我不是说过吗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忘记了自己来自什么种族 也找不到回去的路 但我知道 我和你都不属于这里 早晚有一天 我们一定会回去的 回到属于我们的地方 这些话乍一听来自然匪夷所思 但是凭直觉 楚寒征知道他并没有说谎 可正是因为如此 事情才更加诡异莫测 皱了皱眉 他干脆换了个话题 你在沙漠里的那个地下宫殿里 住了多少年 当初又是从什么地方到那里去的 那座地下宫殿 是你建造的吗 这些问题 原本应该是最容易回答的 可是默如玉脸上的迷茫 反而更加浓烈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记得从我很小的时候 就住在那座宫殿里了 而且从始至终都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我每天都被寂寞折磨得要发疯 我每天都在发疯似的期盼着你 赶快来到我的身边 也就是说 那座地下宫殿并不是他亲手建造的 至少不完全是 想想这也正常 那么庞大的建筑群 仅凭他一个人是绝对建造不起来的 目光微微地闪烁着 楚寒征接着问道 也就是说 从你有记忆的时候起 就住在那里 嗯 默如玉点了点头 原本清澈的眼眸 越发一片迷茫 我记得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似乎是我一觉醒来之后 就发现自己在那个地下宫殿里 之前的一切 我便再没有了任何印象 我的记忆 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楚寒征皱了皱眉 那时候 你有多大 多大 我不知道 默如玉摇了摇头 我只记得当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而我又什么都记不起来的时候 我也是吓得要死 却哭着在那个宫殿里跑来跑去 却始终没有见到任何人 不过我清清楚楚地记得 当时 我还不如大厅里那张桌子高 必须点起脚尖 才能够看到桌子上的东西 大厅里那张桌子 楚寒征当然是见过的 依照他的描述 当时 他不过是个五六岁左右的孩子 到底是谁这么狠心 竟然将他独自一人 扔在那么恐怖的地方 而且还抹去了 他之前所有的记忆 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 突然对这个完全没有 丝毫了解的幕后黑手 十分厌恶 楚寒征不由咬了咬牙 既然当时 你还不过是个孩子 又是如何在那座地下宫殿里 生存下来的 显然这些事 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一边问着 楚寒征一边示意莫如玉 随他一起到岸边落座 大有促悉长谈的架势 楚寒征还从未如此 有耐心地了解过 关于他的事情 莫如玉自然是欣喜莫名 立刻随他上了岸 一边落座 一边说道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当时我还小 必须点起脚尖 才能看到桌上的东西 所以一时没有注意到 直到后来我跑得累了 哭得够了 才不经意间发现桌子上 放着一封书信 楚寒征恍然 信里把一切 都跟你交代清楚了 莫如玉点头 说不上一切 但是至少该交代的 都交代了 那封信里说 我将莫如玉 把我留在那里 是为了让我等待一个人 而那个人 一定会出现的 楚寒征眼眸一闪 那个人 就是我 嗯 莫如玉点了点头 眼中的迷茫 瞬间被温柔取代 却又生怕引起 楚寒征的反感 不得不微微垂下了眼瞼 蓁儿 我之所以认定 你就是我一直在等的人 不仅仅是因为 我能够从你身上 感应到属于 我们种族的气息 更重要的是 这个给我写信的人 留下了一幅画像 画上的人 跟你一模一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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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